中美高中对话 美国想在乌克兰问题上 胁迫中国战队 反被中国上了一课 有一个词令人叫绝 观众朋友欢迎会大家好 我是傅先生 在俄国战争进行了二十多天之后 美国作为战争的煽动者 发现对俄罗斯发动的残酷制裁 无法阻止局势的恶化 反而越来越担心 中国 印度 巴西 南非的立场 让西方的努力功亏一篑 3月18日晚上 拜登终于坐不住了 邀请中国领导人 进行了一场视频会晤 这场会谈结束后 世界紧盯两国发布的新闻公报 字真巨拙 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信号呢 中国公布了1600字的新闻稿 涉及到中美 台海和乌克兰局势 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白宫发表的新闻公报 只有170个单词 几乎都是乌克兰问题 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 美国向中国发起的这场高峰视频对话 核心目标是为了在乌克兰问题上 给中国施压 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有两个担心 一是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一定的军事援助 让乌克兰战局发生重大改变 二是中国在台海也开始有所行动 让美国出现东西两线双输的局面 中国关注的特重点 反而是中美关系本身 特别提到了台海问题 中国领导人指出 中美关系还没有走出 美国上一届政府所制造的困境 反而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特别是美国的一些人向台独势力发出了错误的信号 这是十分危险的 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 将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的影响 希望美方以足够的重视 第三 中国指出中美关系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有这么几条 亦是拜登的话没人听 或者是说了也不算数 中方指出 中美关系之所以出现目前的局面 直接原因就是 美方一些人没有落实两国领导人所达成的重要共识 也没有把拜登的积极表态落到实处 美方对中方的战略意图做出了误读误判 同样是国家领导人 中国这边一直在落实两国领导人的共识 而美国那边是表面上说一套 底下做另外一套 用大白话说 就是拜登说的话不管用 也不靠谱 这里必须说一下 中美关系的改善 拜登面临的国内主力是非常大的 这就是美国政治体制的弊端 也是美国霸权衰落的征兆 第四 中方这次没有提合作共赢 而是强调了管控分歧 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 拜登对中美关系的态度还是四不一无一 以四个月前的中美元首通话一模一样 中国领导人原来说的是 中美应该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现在把合作共赢改成了避免对抗 所以避免对抗 这四个字 是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最低要求 也是对拜登政府的政策无法落实自己的承诺 所做出的相应调整 第五 在最关键的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 美国向中国施压 可以说已经失败了 被中国上了一课 谈及乌克兰问题 中国领导人引用了两句中国的老话 一句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另一句是解铃海西纪铃人 一个巴掌拍不响 说的就是美国才是两个当事者之一 后一句则认为美国必须为解决这场危机拿出诚意 而不是靠制裁来解决问题 中国领导人还强调 我们向来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 独立自主做出判断 倡导维护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坚持按照联合国宪章办事 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这个意思已经非常清楚了 中国对乌克兰问题有自己的独立主张 美国没资格对中国说教 据奇的是中国领导人向拜登强调了 国家关系不能走向宾戎相向这一步 宾戎相见是中国的一句成语 但是这里可以说是意味深长 走到兵容相见首先是一个过程 而美国作为北约东扩的推动者 可以说难辞其咎 兵容相见作为一个结果 说明中国也反对任何国家通过战争 来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 在中美结束高层会谈之后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还表示 拜登下周将与欧洲盟友讨论 中国和俄罗斯站在一道的问题 这也意味着拜登这次向中国施压失败后 不会放弃在俄乌冲突中打压中国的努力 为此我们也要做好准备 坚决站稳自己的立场 维护好中国自身的利益 好 今天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